哈喽大家好,我是半仙,欢迎收看今天的秘世界,今天我们继续成神之路,咱们上期成功找到了红土,还有渔村,这一次我准备换一个方向,接着溜达 No,这就是渔村啦,然后再往这边走走走走,这边又发现了红土 现在咱们的位置在这里,如果能再找到冰原的话,那就绝了,顺便再给咱们来座火山 我这手里面的传统点都拿着呢,这一次我准备一路向北,然后这样转一圈之后再回来 这样咱们的旅行就差不多了,先跑出这片小树林 又饿了,又饿了 咱们没事,先溜达溜达 呦呼,你看前面 哦,又是渔村,你看到那种光感的树没有 是因为它没有加载出来树叶呢,咱们站着等一会儿,它就会出现了 直接,其实咱们里小话走 火箭背包已经提前拿下来了 看到没有啊 这个树叶我没有骗你们吧 哎,这还有小猴子 哦,又发现了一片空斗,你看 打雷了,下雨了,赶快回家睡觉了 拿出咱们的小帐篷 帐篷给放到这里 一觉醒来天都黑了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空斗神殿 咱们这样没事,瞅一瞅周围 往前继续溜达溜达 咱们再顺便看看水下有没有什么好宝贝 我看到了珊瑚 哎,一说起珊瑚 咱们看看能不能找到海盗商人 海盗商人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岛 像这么大的个儿肯定不是 哇,这好像被什么东西给炸过一样 你看 这都是杀杀杀 我看我走多远了 这是咱们得嘎 你看这往下面这走了超级远的 所以说咱们再往前溜达溜达 没毛病 哎,你看 它那边特别高 是不是会有什么好东西 这里还有水母 哦,这只是没有加载出来呢 赶快加载 这下面真敢拧一点框都没有 你看 这边也是 全部都是石头 山的那边是什么 是海 嘿呦,嘿呦 哦,又找到了一片树林 再往前看一看 它这个地形好奇怪 你看 哦,它只是里面还没加载出来呢 多有呢 是吗 开没 可能是因为这树太多了 所以加载的比较慢 哦,又找到了一片沙漠 沙漠咱们找到了很多 这是绿洲 给我盖房子 我都知道 往后面撤一撤 要不然就把咱们给圈在里面了 能不能给咱们来个冰原 能不能给咱们来点沙漠 不对 是火山 沙漠就在咱们脚下 打开小地图 哦,这样一瞅 哦,这边还有一个传送的 拿走,拿走 他刚刚为什么会受伤 哦,发现了新的地形 这个地形是桃林 竹林 我记得有很多东西 也需要用竹子去做 就是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熊猫了 盖房子的话 千万不要在这周围 因为这里面会有很多小蜜蜂 咱们得在这里放一个点 到时候方便过来采蜂蜜 哇,你看 景色还不错 哦,前面到冰原了 哈哈哈哈 有点失态 冰原都来了 你说其他的还会远吗 哦,没事走两步啊 咱们在海洋里面多溜达溜达 这样就可以激起所有的地形了 我这还穿着小凯和裤头来 这好像有点冷 好冷啊 哇,这个地方相当的哇塞 敬畏非明 你看这边下雪 另外一边 他就直接一点雪都没有 还有一些路 有一点点沟 没问题吧 我的问题 他掉在水上居然还会掉雪 抵达冰原 我已经找到了村庄 哦,那边有一个特别高的山 看到没有 那边就是冰原巨魔的老家 咱们今天来的还挺巧 冰原巨魔没有过来 你看他这个造型 他这个房子还不赖 哟,你看这个 他需要什么东西 我这不会盖房子 到时候我可以直接弄一个图纸 把他这些东西全给搬走 我就看需要什么东西 我去准备就可以了 得不得呀 如果只有这些的话 那肯定不够 哦,我就找这个呢 原来刚刚没有加载 那个是村民 这是他们的图纸 还正在盖房子 他这个比我厉害多了 我就是一个建筑者 哦,你看 这前面为什么还有一个这样的房子 难道两个村庄 他搭建了吗 前面还有一个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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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是不是 这是让咱们过来探险的 好,有很多过去挪 咱们今天主要是过来溜达溜达 现在并不准备把boss给干掉 OK,传送 梦想还是要有的吗 万一实现了呢 我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现在咱们该往其他地方溜达溜达了 你看 桃林 冰原 红土 再接着去找找火山就完事了 再转一圈去找火山 这上面咱们就不用去看了 冰原大妈有没有在家 你看他那还有洞穴 洞穴里面也有一点好宝贝 你们还记得有一个带有变动属性的吗 在这边就可以把它给做出来了 哎,你看 哇 他两个刷在一起了 直接把边原大妈给挤得没地方去了 你看 在这里面呢 边原大妈你好 噢,有一个冰屋 那我购买个图纸回家直接造房子去啊 需要9个樱桃就可以换15个草多了 好的好的 现在这大妈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坑了 我现在想的是要不要把这个给带走 还是直接把它给激活了 毕竟大妈在这里 下次再来找的话 如果不放的话很难找 还是给他放上一个吧 这天怎么说黑就黑 你看他跳过晚上这个速度挺快的 比之前快多了 哎,我今天这个嘴巴真的附魔了是不是 要啥来啥 说着边原 得儿,边原出来了 在我 那个圣子的极致权开挂里面 边原让我走了好几个小时 莫名其妙怎么还会掉血啊 你看这边的地形也挺好的 非常平坦 沙漠 哦,冰原领主 那你这就不要怪我手下不留情了 我这身上还带水的 我给他送点水 我看看现在还好使不好使 我站在圈外去打他 他就这样直接就跑了 这太怂了吧 我又进来了 变天 我又出来了 你打我啊 怎么没有了呢 真奇怪 你还出来不出来 你不出来我就走了 我走 不和你玩 不和你玩 沙漠里的天 就像小孩的脸一样 说变就变 我看一下 如果现在直接往回 往回走 如果能找到一片海 直接往回走 那也挺好的 我又找到一个可以探险的地方 现在这种小屋特别多 呀哈 呀后 现在咱们不要再用水了 一用水 他变聪明了 直接就逃走 咱们这样 随便瞅一瞅 如果发现有血条 就说明咱们找到了沙虫 这是沙漠老爷爷的嘎 其实这个天并没有黑 你说这野人 他怎么就能出现了 奇怪 奇怪 真的很奇怪 1233211234567 刚好咱们要去整理整理 咱们那边家了 那个家房子太小了 找到了一片 哎 你看这下面会有沉船的 这是守卫 这还有海马 你看他这边的地形 哦 这是晒干的珊瑚 咱们可以好好地把这边给探索探索 说不好咱们就遇到了海盗商人 海盗商人也卖很多好东西的 例如潜水的东西啊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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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我把地图给显示小一点 这样加载的会比较快 你看这海盗船 你看这海盗船 你们知道从哪里出来的吗 从水里面 就出来了 风沙卡拉卡 你看他这个区域好神奇啊 为什么偏偏这个区域他没有加出来这片区肯定有东西 信我的肯定没有错咱们就等着 嗯 嗯 呀后 打脸来的有一点点快哈 问题不大这边没有前面说不定可能大概或许就会有 哎呦你看 他这下面的颜色都不一样了 我的老嘎 哎哎 救助这个腿 我之前坐了一个船结果放到水里面直接变潜艇了在水里面开不是在水面上开 我看我是不是跑偏了 家呢 我我绕了一大圈 嗯 钓鱼如果能钓出来极品装备那到时候搞一个鱼竿来钓鱼也行 又是一个鱼村 在水里面的天气 也不是太一样的 咱们要找着有水的地方走 这样没有那么多障碍物 你看这边 我得这左要右摆再去找路 啊啊啊又是羽灵 遇到羽灵 吃定羽灵 我那个方向走是对的 一二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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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冲 一二三 路 哦 这边又发现了一个传送点 我是给激活呢 还是激活呢 他这边 我这边有个祭坛 往上走 这边水里面还有很多东西 放一个点 发现新大陆 发现新大陆 又是羽灵 现在的羽灵是真的多 落叶松 哇你看他这棵树下面 真累粗 还有这个果子 接的也挺多 好像冰原里面就是这种树啊 比较耐动 呦 呦呦 该睡觉了 不要打到小花了 因为小花脾气不是太好 如果打到他 他很有可能一下就把我给干掉 哦 该拐了 往这个方向走 这就回家了 虽然没有找到火山 不过咱们找到了冰原 这样基本上所有的地形 咱们都给找齐了 想要什么物资 直接去拿就可以了 火山的话 咱们最后再去找 因为找火山特别容易 只需要往一个方向 使劲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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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 就可以找到了 而且 不止一座哟 那边又是雨林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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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应该马上就到了 他这边 他这都是新加载出来的 这边又发现了空岛 看小地图 这上面并没有什么神妙啥的 给我流水 哇塞 这是一个静态水吗 你看 他周围啥都没有 咱们只需要在他旁边放个方块 就可以 打破他的静态了 各式各样的地形 各式各样的树 这边还有空岛 这空岛已经泛滥成灾了 123 在地图上看离得挺近的 我这都走了那么远 还没有到 控制台传送点 这里一看就是我来过了 因为传送点都已经被我给带走了 我都已经看到咱们的标志物 神术 我房子呢 我房子在这儿呢 咱们又回来了 最后让大家看一看 咱们这一趟旅行哈 首先咱们是一路向南 然后 找到了渔村 然后又在这边转转转 找到了红土 又在红土这边 又直接往北去 找到了冰原 然后这里是竹林还有桃林 然后我们又转了一大圈 这里发现了各式各样的地形 圆满到家 那好的 咱们今天就先玩这儿了 到下一期 我准备把房子给建一建 冰屋的建筑图纸 然后对建筑其实填满材料后 啊 我以为他这个可以直接 用图纸 自己就可以造了呢 那好吧 咱们就下期再见了 因为他是让咱们去召唤 荣原黑龙 他需要很多个材料 咱们就得去搞牧场 不过搞牧场之前 我想把房子先给搞好 然后把农场还有牧场都建在咱们的房子两边 方便咱们去收集啥的 可是我是一个建筑渣 这个我真的得好好思考一下 看看到底怎么办 那好的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